感恩節過了怎麼樣呢? 大家是不是胖了10磅 然後開始後悔了呢? 我也是 但是又想到很快就要過聖誕節了 現在減肥不是很浪費嗎? 這個想法就跟我們的執政黨 民主黨一樣 還記得感恩節前夕有一個 種族歧視 黑人至上 幾天前才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來保釋出來的罪犯 神經病開著SUV 衝進一堆小孩的聖誕遊行裡面 撞死了6個人 撞傷了快要30個人 民主黨現在強烈的要求 要有更多的罪犯 應該要被釋放在我們的街上 看這個人在Facebook上的PO文 很明顯的就是 他是一個種族歧視的人 而且犯罪的地方 離最近很紅的Kennoshia不遠 離Rittenhouse的判決無罪的時間 也只有兩天而已 但是這都不是重點 絕對不可能是犯罪的動機 還有就是 紐約徹底的開始跟歷史開戰了 他們拆掉了一座200多年的 Thomas Jefferson的雕像 還有一座Theodore Roosevelt的雕像 他們的理由會讓你不敢相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News 本節目是由 MyID面膜贊助播出 感恩節剛過 聖誕節正要開始 大家是不是開始為了 送禮而焦頭爛額呢 不用擔心 今年的聖誕節 可以給你家人 朋友最好的 這裡介紹一款 Tenfree的指甲油 Neeji Nails使用的是 目前最高規格的 Tenfree材質製造而成 無毒快乾顏色眾多 是這個指甲油最特別的地方 今年聖誕節 你不用再去送什麼 就是Gift Card 感覺又很沒有誠意 又沒有聖誕節的感覺 Neeji Nails 今年聖誕節特別推出 Holiday Collection 還有Best Seller Collection 讓大家過節的時候更有氣氛 現在就去 www.nijila.com Neeji L A.com 結帳的時候 輸入折扣碼 AINews10 AINEWS10 就可以享有10% off的優惠 所以還在等什麼呢 現在就趕快為了 今年的聖誕節 打造一些氣氛吧 好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管你怎麼說民主黨 卑鄙無恥 下流 骯髒 但是他們有一個優點 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就是他們 永不放棄 我們好像沒有報 Wakesha這個新聞 因為實在是 太誇張了 而且真的 是邊報的時候 只能邊罵髒話 就算發生了 這樣子的慘劇 民主黨還是一意孤行 那個人真的是太誇張了 當罪犯當了一輩子 保釋的期間還被抓 還有強暴小孩 家庭暴利 被一千美元的保釋金 保釋出來 然後 開著車撞死了聖誕節遊行禮的人 小孩喔 就算發生了這個樣子的事情 大名鼎鼎的 左派聖母瑪利亞 AOC 隔兩天 就向五位的紐約檢察官說 保釋金太高了 他說今天我們跟眾議員 Maloney還有Reskin 一起寄給了要求 請五月紐約市的檢察官 要求他們釋放出 關於過分保釋金額 在紐約的系統裡面的資訊 當檢察官要求過高的 保釋金額的時候 結果就是 監獄裡的犯人人數會過高 特別是那些低收入的被告 有75%的被告現在都還是被關著 而且他們並沒有被定罪 他們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被關著 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錢付保釋金而已 逼迫上千的公民 在這個樣子的環境下面生活 是無法接受的 那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那哪一個比較好 讓他們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被關著 還是出來開著卡車 撞進一群小孩的聖誕節遊行 哪一個比較容易被接受 當然我無法跟AOC喊話 所以說我只能問投給民主黨的人 甚至在紐約的民主黨這些人 這些充滿愛的左派 到底哪一個你們比較容易接受 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哪一個比較重要 保護無辜的公民 還是保護神經有問題的罪犯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自己是左派的話 會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以下是AOC的小兵吧 Rashida Taleb回答 他在HBO的AXIO做了一個interview 大方的討論說 他要怎麼把所有聯邦的監獄的犯人 全部都放出來 在2020年你推出了 The BREATH Act which is a series of proposals to transform Americ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create quote a roadmap for prison abolition The BREATH Act proposes emptying federal detention facilities within 10 years to what extent have you wrestled with any potential downsides of releasing into society every single person who's currently in a federal prison Yeah, again, I think that everyone's like Oh my God, we're gonna just release everybody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That's what the box is Yeah, but did you see how many people are mentally ill that are in prison right now? No, I know, but the act that you endorsed actually says release everyone in 10 years But in 10 years, but think about it who are releasing But there are like human traffickers Oh, I know Child sex Do you mean that you don't actually support that? No Because you endorsed the bill No, I endorsed the BREATH Act and looking at federal policies and how we incarcerate, absolutely But it says in there But you cannot You cannot You cannot just blankedly say Oh look, she wants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But that's like in plain text But what I'm saying is Look at Who's in prison now 欸,裡面有人蛇集團欸 我知道啊 就只是人蛇集團而已嘛 他們有傷害任何人嗎? 各位有聽清楚嗎 為了要打到他們解放所有聯邦監獄內的 暴力罪犯的目的 他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那些人 絕大多數是神經病 你聽得沒有錯 這個是計畫的防禦措施的一部分 這應該要讓我們覺得安全 不要擔心那裡面的心理變態 還有戀童幣跟殺人狂 住在你家隔壁 他只是一個神經病而已 他在推行的BREATH Act 不只是把聯邦監獄的垃圾 全部丟出來到我們的社會裡面 而且同時禁止了死刑 而且同時禁止了無期徒刑 這個可以確保 不管那個罪犯做了什麼壞事 這個法案可以100%的保證 他會回到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的生活圈 他們只要在監獄裡面 多學一點東西 而且呢 可以認識更多的人 跟他們一樣的人 讓他們這樣出來之後 就可以跟他們一起犯罪了 這個法案還沒有正式的通過 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個法案通過的話會怎麼樣的話 你只要看我們居住的城市 洛杉磯就好 或者是任何一個民主黨控制的大城市 我們這個樣子的城市 就是左派的實驗室 我們是全美國專用的士讀太監 我到現在都還在等日本TBS的主持人 過來跟我說 就是這樣 結果就是 威斯康星州50個人被車裝 各大城市的暴力事件上升了24% 謀殺上升了17% 全美國各大城市的打砸搶 開始有規劃的進行 80個人同時大規模的進行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烏托邦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完美世界 現在我們的洛杉磯 跟悲慘世界的結局一樣 全部站在那個Portland的碼頭 港口在那邊唱歌 如果到現在還沒有發現的話 現在就應該很明顯了 這個在推動司法改革的力量 不是包容 不是接納 不是愛 不是同情心 也不是同理心 因為同理心的意思其實是 一起受苦的概念 一起接納 當你有同理心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受害者的傷痛 或者是受的苦 這些把暴力罪犯放到我們社區裡的人 很明顯 根本不在乎人受苦受難 他們的目標是一個思想 是一個主義跟共產主義一樣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能執行這樣的主義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們願意讓更多人受苦甚至死亡 更多無辜的人在暴力下面流血 只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還有思想目標而已 這跟同理心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有同理心的人 意思就是 你真的想要抹去其他人受苦受難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更支持 把這些暴力的罪犯關到監獄裡 而且把他們留得越久越好 這也是共和黨的人應該要支持的東西 其中選舉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一個共和黨的人 在搞左派那一套的同理心的話 我絕對不會支持他 不是說只是他是共和黨的人 就已經是好人了 加州這邊的共和黨人 已經很多都是那個樣子的共和黨人了 所以說我非常擔心 我今天講遠了 我們回到這個 Wakesha的這個神經病 我們知道為什麼 這個無恥的暴徒 Daryl Brooks 有機會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保釋金 但是為什麼他會去做 那動機是什麼 根據主流媒體的報導 是因為他正在從另外一個犯罪現場逃跑 所以才不小心出的車禍 但是Wakesha的警察出來開記者會說 他並沒有被追逐 他並沒有在逃命 在439 p.m. 在439 p.m. 上月21, 2021 A lone subject intentionally drove his maroon SUV through barricades into crowd of people that was celebrating Wakesha Christmas Parade which resulted in killing 5 individuals and injuring 48 additional individuals I just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two of the 48 are children and they'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suspect prior to the incident was involved in a domestic disturbance which was just minutes prior and the suspect left that scene just prior to our arrival to that domestic disturbance When the suspect was driving through into the crowd one officer did discharge his firearm and fired shots at the suspect to stop the threat but due to the amount of people hould had to stop and stop and fire no and not fire any other additional shots not fire any other additional shots the officer was on administrative leave as part of the department protocol no one was injured as a result of the officer firing his discharge in his fireweapon firearm the subject was taken into custody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scene and we are confident he acted alone the is no evidence that this is a terrorist incident Yeah!你聽了那個警察說的嗎? 沒有任何的證據說這是一個恐怖攻擊 他也沒有在逃 主流媒體的說法簡直就是腦殘到了一個極點 如果你在逃命的話 你會把你的車子開進一個遊行當中嗎? 有這麼多的攝影機 然後有這麼多的人 但是就算這個樣子有多離譜 他們還是說這一切跟政治還有種族主義無關 他們是怎麼樣做到這個結論的呢? 這個男的Daysburg還有他做的這個歌 還有這件事件 不就是真正的國內恐怖主義 Domestic Terrorist的證據嗎? 把車子撞到遊行裡面還不算嗎? 那麼在阿富汗的自殺炸彈應該也不算囉 波士頓馬拉松的爆炸應該也不算囉 911的恐怖攻擊應該也是不小心飛機開太低囉 這些都不是了 那為什麼1月6號是呢? 我們已經知道他是一個黑人智商的種族主義人士 而且攻擊的地點選擇離Kennoshia不遠 攻擊時間也跟判決不遠 有各式各樣的證據說 這個就是一個種族主義的恐怖攻擊 而且這個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釋 但是這個解釋不會被任何人挖掘 甚至不會被任何人調查 這個很快這個事件就會被所有人忘記 不會有人關心這件事情 很快就會忘記 因為這整個事件對於民主黨來說是一個毒藥 唯一會讓他們想到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這個暴徒還活著 或許這個會改變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 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知道這整件事情的真相 好,下一個新聞 老羅斯福的雕像會從紐約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外面移除 這個雕像在那個地方出了80年 這個雕像會移到2026年才會建成的老羅斯福的這個紀念圖書館 要移走是因為這個雕像造成了很多問題不必要的問題 上面沒有寫什麼問題 羅斯福的雕像會出立在那個地方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然後也不符合當地的情勢 Consent and Context 可能是因為他坐在一匹馬上 然後很威嚴 然後旁邊有一個印第安人 然後有個黑人在那邊用走的 然後很明顯是他專用的導遊 因為老羅斯福是一個很著名的冒險家 那為什麼這個會是一個問題呢 因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歷史吧 歷史書上面都有寫 課本上面都有寫 他讓印第安人還有黑人帶他們去一些沒有白人會帶他去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問題呢?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紐約的人感覺被攻擊了 這個雕像沒有在乎到他們的感覺 現在各國的國家的左派一天到晚就去找這些雕像去試圖被攻擊 這個雕像攻擊我這個雕像攻擊的 雕像到底攻擊了誰? 為什麼紀念歷史的真實情況要得到你的同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權利拆毀任何一個我們看不爽的東西嗎?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讓我感覺被攻擊啊 各位有去過MOCA嗎? 你家的這個當代藝術博物館 裡面有很多東西我覺得不是藝術 而且也不好看也不美觀 很多東西充滿了暴力 很多東西充滿了色情 我不想看到我也不想要我女兒看到 有人經過我的同意嗎? 這樣子我有資格去破壞那些藝術品嗎? 而且這是一個博物館 OK 各位還記得像說什麼Aztac的活人獻祭 JFK的暗殺 然後還有就是二戰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月戰什麼韓戰什麼什麼的博物館 各式各樣充滿攻擊性的雕像或者是文物 我們會把它移除然後說這個不是在攻擊歷史 而是要把它放在專屬的博物館裡面 現在博物館也在搞這種東西 他們要把它搬到North Dakota去 而且會為了人民同意來修改這個雕像 North Dakota 你有認識一個人是從那裡來的嗎? 所以他們要把一個偉人的銅像 修改成他們要的形式 搬到一個可能只有五個人跟一隻鹿會看到的地方 但是這不是攻擊歷史 同時同一天另外一個雕像也被拆毀了 這個是直接拆掉喔 也是在紐約 這個雕像是Thomas Jefferson的銅像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畫面 The statue of Thomas Jefferson in the city council chamber has been removed The statue was taken down from its pedestal earlier today to be moved to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Some council members had objected to its presence because of Jefferson's history as a slave owner The statue was donated to the city in 1834 commissioned by a US Navy Commodore to honor Jefferson's commitment to religious freedom 因為他曾經有過黑奴 他會被移到一個私人的lobby of reading room 是的 建國國父 是獨立宣言的作者 這個改變世界最重要的文件 所有的民主民權 人皆生而平等的創作者 新聞的最後一句 我想要highlight出來 因為捐贈給紐約的原因是因為 Thomas Jefferson一直在支持著 宗教自由 他也是寫出來要在政治跟宗教之間 主義到強而有力的強 也就是現在的政教分離的首創人 他曾經擁有過黑奴 是他的藉口 他們真正想要拆除的就是 政教分離 沒錯 他們想要他們的宗教 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他們的宗教就是馬克思主義 就是社會主義無托邦 就是這個節目開始的時候 有提到的打砸槍 就是你的人生 永遠做他們的奴隸 他們要摧毀這個世界上 唯一真正人民有權利的國家 他們要撕毀的是 創造現代自由社會的美國憲法 他們要回到的是 原本的寡頭政治體系 很多人會想要騙你 很多人會想要把你的 超越賺錢的機會 這包括 大家 準備好退訂了嗎 林伍德大律師 我之前就說過他有問題了 但是不要聽我的 現在聽一下 現在已經被瘋傳的 小英雄 Kyle Rittenhouse 他自己說的 好久了 我一直在零 以後 在馬上 大陸 零 放新 零 他本來 兩 零 零 有 at home with my family and then after I'm bailed your lawyer said that my lawyer said that John Pearson Lin Wood 87 days is a long time to be in jail it was it was very long I lost a lot of weight in there I since then gained it back I know the feeling yeah but 87 days of not being with my family for defending myself and being taken advantage to being used for a cause by these by John Pearson Lin Wood trying to solicit not solicit trying to raise money so they can take it for their own benefit not trying to set me free so you think they could have raised the money for bail faster but they didn't um I believe it I believe sometime in September September 5th I want to say they had over a million dollars and bail was set and able to be posted in September so they could have had me sign the waiver for extradition and had me back in Wisconsin and I could have been bailed out by mid-September but they wanted to keep me in jail until November 20th 林伍德大律師啊 林伍德我之前也非常支持的對不對他上面推文上面寫的那些東西當他跟那個Sidney Powell在那邊說什麼大海怪的時候 如果後來大海怪沒有出現然後他在喬治亞的造勢大會選舉的造勢大會上面喔在那邊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然後還說下一次要Sidney Powell出來選總統Mike Flynn來當副總統我就覺得他就是個神經病 但是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就算現在還有人把他當成什麼救世主愛國者神的仆人一樣看待 現在就連AINews的粉絲群都還是有人在傳這樣子的陰謀論 我承認我當時被騙了我犯了錯誤大海怪根本就證據不足 我們只知道他有作弊但是沒辦法證明他有作弊 但是還是有一堆人無條件的相信靈魂這個樣子的人 只因為他偶爾喊一聲耶穌愛你偶爾喊一聲神的正義會彰顯 大家要記得這個是所有的異端邪教出來騙人的方式 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中國的全能神韓國的新電地全部都是同一個說法 所以說大家要小心假基督出現 我記得有一位很資深的基督徒比我聰明很多說到這個好像應該是很簡單很簡單 因為我是個白癡他讀的聖經比我多不知道好幾百倍 直接說我們不能批評林伍德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愛國者 當你把一個人當作是一個不能被批評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就是陰謀論的一部分 我們基督徒要做的不是跟一般人一樣 對著大衛王捧著大衛王說他做什麼都是對的他做什麼都是好的 我們基督徒要跟拿丹一樣就算是那個王犯了錯 我們也要把這些錯誤把事實講出來 而且要認清林伍德不是我的王 川普不是我的王 朱妹不是我的王 他們都有可能敗壞墮落 我的王只有耶穌基督 這些人只是在利用你的服從 以及希望服從於一個王的心而已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這一點 聖經告訴我們人是不可以被信的 但是我們要愛所有的人 連敵人都要愛 然後我們要為我們的敵人禱告 今天的新聞告訴我們 我們很容易被騙 只要有個有頭有臉的人說 在監獄裡的人都是無罪的 我們就應該把他們釋放出來 就算是神經病 他們也應該要出來住你家隔壁 就算對你或是對你女兒怎樣 你還是要愛他們 你不是基督徒嗎 打你的右臉 你不是左臉也要拿出來給我打嗎 你不是基督徒嗎 原諒他七十個七次 不是神叫你做的事情嗎 猜幾個銅像又怎樣 把你當成是受害者 讓他們賺錢的工具又怎樣 事實就是 神給每個人公平的機會 通常我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都是因為我們自己做出來的選擇而造成的 當我們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都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另外一個是神要我們做的選擇 最侮辱神的 而且最自己騙自己的方式就是 聽從自己的選擇 而且告訴自己說 這個是神告訴我的 我是在一個靈恩派的教會 但是我完全同意唐從榮說的 很多靈恩派的基督徒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是神在說話 還是他們自己在說話 到底是聖靈在跟他們溝通 還是邪靈在跟他們溝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聖靈說話的方式 當他們不知道聖靈如何運作的時候 就不知道什麼是聖靈了 被騙被魔鬼拐走 基本上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只有自己親自去讀聖經 親自去認罪悔改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真正了解神的心意 而不是自以為意的 把自己的話當成是神的話 因為人總是會幫自己找藉口 人總是會希望自己可以來當神 我們會因為自己的欲望來改變事實 我們會把一個罪犯開車衝進一堆小孩的聖誕節遊行 當作是他正在不離犯罪現場而造成的悲劇 我們會把殺人魔、強姦犯、戀童癖 當成是可憐、需要住在我家隔壁的普通人 我們會抹滅我們的歷史 把一切我們不喜歡的抹去 而且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受害者 我們也可能聽一個胡說八道的大律師 當成是右派的救世主、愛國者 我們會自以為意的去把自己希望的 當成是神的旨意 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當成神 把自己當成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這是我們每天都要想到的 我們要多一點我們自己 還是我們要更像耶穌?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按讚 按讚 谢谢观看